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後面的背景如何? 大家有什麼意見?還是還是太空虛? 想不想再加些什麼? 其實我本身真的很想拍這個淘寶的夏天衣服 但是內涵有點阻滯 就是我還沒帶好衣服進來長洲 所以我唯一再退一點,一兩個星期 所以大家不用急,很快就可以看到了 不知為何逢是夏天,我都覺得自己同心美敏 然後飾物也很想用一些很可愛、很可愛 可以去沙灘、出去交入的時候 都是有一種開心的感覺 所以我今天就想做一個主題 就是關於一些很同趣的飾物 一直以來很多人都問我如何收納耳環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有超級無敵多耳環 其實我就是用這些膠盒去收納 這些膠盒是怎樣來的呢? 全部都不用錢的 因為我在淘寶買耳環的幾間店 好像有兩三間 我都不記得是哪兩三間 總之你買買耳環就會送這些一盒二盒給你 久而久之我就存了很多這些盒子 而且它一格內可以放到不止一雙耳環 所以我自己就這樣的方式收納 另外一些大型吊起來的耳環 即是放不進的話 我就會用一些淘寶的耳環架 我放一些淘寶在這裡 所以我就會分成兩批 小顆仔就用這些盒子 大顆就用耳環架 方便自己去拿 好 第一樣東西今天想分享就是這些夾子 我想這一年半兩年以來 突然很輕用一些彩色的夾子 所以我自己也買了一盒 是色彩繽紛 好像九個多 我現在夾一邊給大家看 好像夾得很噁心 我要多些練習才行 就會是這一類型的夾子 我覺得它的長度剛剛好 而且它是很實的 接著我們就說戒指 我現在手上這兩隻戒指 都是我自己最近很喜歡 而且覺得很可愛 紫色這一隻是那些紅糖的戒指 然後透明的 但它不是軟軟軟 過它的眼睛 然後白色這一隻 就會比較漂亮一點 沒有那麼小朋友 它是一隻兔子形狀 然後追著一顆珍珠 所以可愛得來又會有些斯文的感覺 我自己上班 如果不是穿T恤牛仔褲 有時候穿裙 我覺得這隻兔子戒指都可以配搭 但如果你說這隻的紅糖戒指 我覺得真的要穿一個雞 很可愛 然後穿一些彩色背心 牛仔短褲 就會更加適合 之後就到我最喜歡的耳環部分 我們來一個勁抽的 就會是這一對超可愛 笑哈哈的耳環 近鏡給大家看 它上面有一個透明膠圓形 然後下面是一個超輕薄片的笑哈哈 戴上耳朵之後 大小就是這樣 我覺得浮誇也不算極度浮誇 而且也很容易配搭 不會覺得很低一點 或是很奇怪 一點都不會有這種感覺 第二對耳環就是跟我戒指 互相呼應的 就是可樂糖紅仔的耳環 戴上耳朵之後 它不是那些超大顆的紅仔 你會看到其實它可愛得來 都挺低調的 因為它的顏色又不是那些鮮艷 所以通常都是近看的時候 才會看到原來它是可樂紅仔糖的耳環 我開始拍到汗 頭髮好像很濕 再之後也是食物 就是這雙咬了一口的餅乾耳環 我懷疑我男朋友現在在房間 一直聽我拍這些 他的腦海不知道會想什麼 又覺得我買了一些奇怪的東西 但我不會理他 你看到戴上耳朵之後 是不是很可愛 它被人咬了一口 當然黃色這邊是比較搶眼 然後咖色這邊會比較低調 好 那食物我們就不要讓它停了 這兩顆包裝堂的耳環 都是透明的 我最近真的超喜歡這些透明的耳環 它的大小其實今次大部分耳環都差不多 不會說去到超大顆浮誇 因為浮誇耳環其實我自己外出都未必會帶 可能只是拍片帶給大家看 但這些大小的耳環我真的平時都用到 所以我通常現在就偏向買一些實際一點的食物 這個就是我帶了耳環的效果 食物類別呢 這次是最後一對 是以糖露鴨為主題的一個 Cupcake和Donut 帶了出來之後就會是這樣 其實這個天藍色就不是我平時喜歡 或者會買的顏色 我純粹是沖著糖露鴨這個造型去買的 其實它也不算是很難配搭的 只不過我平時真的不是太多這種顏色配搭的食物 可以一個新的嘗試 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說過我很喜歡現在用的手機殼 我為了這些花花 喜歡到我買了這一類型的耳環 第一款就會是這對灰色乘以灰藍色的組合 我覺得戴上去跟我現在的頭髮顏色是超搭的 這種灰色 它也是細小粒 不是很過眼 但是你近看的時候就會覺得它很可愛的一雙耳環 這種耳環真的適合平日去用的 不怕我太浮規也不會太過可愛 就算上班用也會覺得是非常適合的一雙耳環 這一雙的花花是比較透明的 所以它夏日的氣氛會再濃厚一點 而且它的大小比剛才的花花大很多 所以它的存在感也會增加 這雙耳環它的顏色也相對上令到甜味度高了很多 無論你的膚色是比較白 或者好像我這樣健康的膚色都不會不配 我覺得它是很搭的耳環 然後就想說一些體積比較細的耳環 這一雙是拉鏈造型的耳環 你會很想如果你的朋友戴了 你會很想拔它 然後拉拉鏈 這雙耳環超好玩的 大家有沒有玩過俄羅斯方法 知不知道是什麼 我買了一雙耳環 是那個遊戲的 這一款的大石我也覺得是欺負到好處的 我自己是很喜歡這個黃色和藍色的組合 除了這個俄羅斯方法耳環之外 大家應該都見過我戴過幾次 就是這個大粒漏耳環 都是一個黃色和一個藍色的 好了 到今天的最後 我覺得是一對我自己沒有那麼喜歡的耳環 其實我喜歡它的造型 但我不是很喜歡它的質地 就是我現在手上的這個啤牌耳環 後面也是做到一個啤牌的樣子 但為什麼我會不喜歡它呢 就是因為它受太象徵了 它是紙來的 我覺得它收我這個價錢給紙 我覺得有點失望的 但是呢 無可否認它帶它出來是很可愛 很可愛 然後如果你去澳門的話 其實也挺好笑的 或者你約著朋友去玩啤牌 然後你戴這個可以假裝自己出錢 好了 到最後就是一條項面 這條項鏈我早前拍一條影片也有戴過 也有朋友去問 你戴了出來 你穿白色衣服 或者是背心 就會是超豪體的一條項鏈 它是很多這些波波 但如果它可以短一點就好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自己矮 還有我的項鏈比較短呢 所以它的長度就有點長 我就想它短一點 可以改的 我有空的話拿它改 你看它的波波是做得很仔細的 全部都是一粒粒穿出來的 好了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淘寶回來的 童心美敏系列的食物 我相信也有些朋友跟我志同道合 很喜歡這一類型卡通 可愛系列的食物 所有的連結我都會放在info bar 可以找到 如果你喜歡今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2條新影片 每個星期都會上載2條新影片 同日6日到3點和12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